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技术课程 上一期课呢 我们讲到了HBase里面一些比较核心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Raging如何做预分区 那么做预分区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吧 大家有没有考虑清楚 那我们学完上一期课过后呢 就应该能明白了 预分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 我数据能够均匀落到某一个分区里面去 最大限度的去利用我们集群的优势 但这是我们一向情愿的想法 有些情况下我们这个数据啊 并不如我们所愿说 你想往哪个分区落 它就往哪个分区落 它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分区后的热点 比如说我这个分区 这个数据刚好都在某一个分区里面 这时候又产热点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HBS有没有提供这种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那这一刻就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HBS它是一个终结解决方案 负载均衡 那我们谈到负载均衡的时候呢 大家只要做过系统都知道 负载均衡是所有系统里面都会涉及到的一个词 负载均衡 那么HBS用负载均衡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它有两个这个负载均衡计划 一个是全局的 一个是随机分配的 那这两个如何去使用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来足够介绍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全局计划 那么HBS它会在每隔五分钟的时候 它会执行一次这个负载均衡 目的是什么呢 还是保证我们这个请求 数据能够 每个reading的数据请求能够相对 相对去均衡 那么但是呢 我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它不会去发生这种负载平衡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通过这个命令行把这个负载给关掉了 那它就不会去做负载均衡了 第二个 我的HMAS还没有完成错识化 这个时候也不能去做负载均衡 第三个 有正在处理的 有正在处理的dead raising server 就是我有个raging server已经挂掉了 那么挂掉给我怎么办呢 我们的这个hbs是不是会进行 把我这个已经挂掉的raging server上的所有的raging进行转移 那这个时候呢 也不会执行负载均衡 第四个 如果这个raging server上的平均raging数量 小于1等于1的话 它也不会执行负载均衡 你想想看 如果这小于等于1的话 它往哪放呢 这是我们一些负载均衡的一些不执行情况 不执行情况下 这是我们的四个条件 那我们具体来看看 举个例子看 我这个全局计划 它到底怎么去执行的 我们看这么一个PPT 这是我们假定场景 说我raging server1,raging server2,raging server3 总共有三个raging server 那么每个raging server持有的raging个数不一样 第一个17个,第二个4个,第三个29个 那大家想想看 这个时候 通过我们这个图围来看 是不是会产生热点了 对吧 我这个29个,raging server上面有29个raging 那它势必会执行更多的请求 处理更多的任务 是不是 那我就raging server2呢 它就四个 那想必要说 它这个raging server 它raging 这个处理的这个能力 是这个 并不是我说我们所期望的 能够做这个均衡 这个raging server 可能会偷懒了 那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想什么办法 说能保证 我这三个 基本上是均衡的呢 那 我们有个 我们有个算法流程 那这次我是把它 用程做一些简化了 其实这个 这个balance里面 它这个负载均衡 做得非常之复杂 它因为考虑到 网络层 考虑到你数据的这个 所在这个接下位置 考虑到你raging的这个负载 等等等等 那么很多 但是呢 这一块呢 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去做优化 但是我们只要去做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怎么做了解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总的有多少raging啊 17加4加29 是吧 刚好是50raging 那我们说的平衡 负载平衡 负载均衡 那是不是就期望 我每一个raging server上面 它的raging各数 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吧 这是做这个除法嘛 平均数嘛 好 那我们测算一下 说我每一个raging啊 它应该能够承受呢 16.7个 16.7个raging 这是理论值啊 当然说你这个说 实际中 它会不会有这么16.7啊 要么16 要么17 对不对 不存在16.7啊 那这是我们一个理论值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认为最小的啊 你这个raging server 你最少 你要承受多少呢 你要承受 总的raging数除以raging servers 那是多少呢 那是多少呢 我们抽抽看啊 50除3 对吧 能多少 它16.7 是不是 你最小 你要承受的 16.7 最小 那就16嘛 是吧 最大呢 最大多少呢 最大就是 我们这个 在除以这个个数啊 如果是零的话 刚好是整除的话 比方说我们这是51个的话 它是不是就零了 它是不是就16个 那如果是50个的话 那这个除整不等于零 是吧 不等于零 那是不是就min0加1啊 这是加过最基础的一些算法啊 那是什么情况呢 那就这种条件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17个 那我们就知道了 说我如果说需要做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那我这个集群里面 你最少每个raging raging server啊 要能够持有16个raging 最多持有17个 那么我们把这个范围 界定好之后 这后面的事情呢 就简单了 就简单了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呢 这个 三四年级都会算的算法 算法呢 我们做 我们这个学习完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他先怎么办呢 他说先把你瑞锦收上的 瑞锦啊 从大到小 进行排序 这个应该是 我们再改一下 从大到小排序 这是什么 二十九 十七 四 是吧 好 我们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序 那我们一计算 看看啊 计算 该raging server上 需要转移的 这个raging数 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 那我们通过前面的公式 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 这上面 多少个 它是不是得转出12个出来 因为你二十九嘛 是吧 我这通知公式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12个 预留12个 这时候12个功能 我并不是立刻就转移了 我是执行一个转移的计划 那么这样的顾问呢 我这边是不是变成了这个十七 十七 十四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它再把这个raging server 再从小到大开始 它反过来了 反过怎么办呢 反过来过后呢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预留过12个吗 它会把12个往这个最小去分 分的时候去比较一下 我这个是不是已经达到最大值了 没有达到 我继续分 继续分 分完过后 是这么情况 是不是变成十六 十七 十七了 是不是变成十六 十七 十七了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负载均衡 那当然说我是把这个过程做一些简化了 这里面呢 会有很多这个方法 很多方法 比如说我前面说的 对吧 它会考虑到 你每一个raging所持有的这个h-dot Sophel 他所存储的GDR 所存储的位置 他都会进行一些考虑 不仅仅这样非常粗暴的说 我进行相关的减法 那我们这样说呢 是为了帮助大家 去更好理解 我们这个负载均衡 那这是个全局计划 他每分钟 每五分钟执行一次 如果你需要去更改 他这个执行时间 执行频率 那你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去改 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种呢 叫做随机分配 那有人会说的 你既然有全局分配 你为什么还来随机分配呢 那时候我们这里呢 只介绍一个场景 随机分配的发生场景是什么 当你新加入了 这个raging server 就是说 有一个新的raging server 加入到机群当中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并不会去执行这个 这个全局分配的啊 他并不会执行这个全局分配 他就随机挑一执 挑一执的raging啊 放到你的raging server上来 为什么这么干呢 简单快啊 对吧 因为我每隔五分钟 执行一次负载均衡 我先加了raging server呢 我只需要让他去快速的去执行 就可以了嘛 对吧 快速用起来就可以了 基于这个用起来 如果这个到底是不是有负载 是不是能够 他所持的raging server 是不是能够负载啊 是不是相对是平衡的 这个 并不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全局 分配计划 每隔五分钟执行一次 所以说 晚一两分钟 晚三四分钟 并不影响我们整个集群的性能 但是呢 又得让他去快速去用起来 那呢 那么呢 他就使用了这样一个随机分配 更高效 更快 好 那么 我们最后呢 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负载均衡啊 怎么控制它 哎 那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 balance switch true or false 来进行控制 那我switch呢 表示我打开负载均衡开关 一旦打开过后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会每隔设定的时间值 做负载均衡 那如果是force呢 那就不会去做负载均衡了啊 所以我们手工来进行调节 啊 那么这期课呢 哎 我们就到这里啊 其实这期课的主要内容呢 啊 其实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要去介绍呢 因为得让我们知道 HBS它如何去保证 整个集群的相对平衡啊 相对负载 那我们啊 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啊 控制开关 当然前面这些流程呢 我们需要了解 但是呢 这不是我们重点优化的地方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一点不了解也不行啊 那么这个命令呢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的啊 否则的话 你你后面有些东西你是是是困难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从下节课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带大家 去进入真正的一个项目实战阶段了啊 会把前面知识点全部给串起来 好 那这节课呢 先到这里 呃